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科学王婷婷老师。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走进科学课堂,共同探究科学的奥秘。 今天,老师要和你们一起做几个有趣的科学实践活动,让我们开始吧! 实践活动一,任务卡,观察图片,说说他们在做什么活动。 请你仔细观察,他们在做什么呢? 对了,他们在进行拔河比赛。 相信你们一定有丰富的拔河比赛的经验。 那么王老师想请问一下各位拔河小能手们。 在拔河比赛中,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吧。 拔河时用尽全身的力气拉,力气大的一方就能赢。 你说得非常对,原来这个力还有大也有小呢。 还有同学,有想法吗? 我要使劲往后拉,争取把对方拉过线,这样就赢了。 看来你们已经掌握了拔河的秘籍。 其实,在拔河比赛中,我们用到了这个力,我们管它叫做拉力。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研究拉力的奥秘。 你们想不想,也体验一下? 好了,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体验活动,双人拔河。 请你仔细观察图片,图片中的同学是怎样进行双人拔河的呢? 你观察的挺仔细的,你可以看到,首先,他们要把脚的外侧抵在一起, 然后,把双手拉紧,胳膊伸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通过双人拔河来进行拉力的体验了。 在体验的过程中,请你边体验边思考, 如何使用拉力,往哪个方向拉,你有什么感觉? 在双人拔河的体验活动中,王老师有一点需要特别提示大家。 在活动中,请你注意安全合作体验。 双手千万要拉紧,不要放开哟。 你现在就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或者小伙伴和你一起像视频中的同学那样开始体验了。 视频中的两名同学正在利用双人拔河体验拉力。 首先,将双脚的外侧相互抵住, 然后将手拉紧。 现在可以开始体验了。 在体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合作进行体验。 体验的过程中,不要放开手,注意安全。 相信你和你的小伙伴已经完成了体验。 通过了体验,你一定有很多想和大家交流的。 我发现我是使劲往后使用拉力的, 手都有点疼了,因为用的力气实在太大了。 我还发现在双人拔河的过程中, 两个人拉来拉去, 用力小的一方都要被用力大的一方拉过去了。 你们说得非常对。 在拉力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拉力有大也有小, 而且我们是往自己这个方向拉的, 这样才能取得比赛的胜利。 通过体验,你也发现了, 拉力是有大小,有方向的。 拉力的方向,我们可以用箭头来进行表示。 你想不想利用更多的方式来体验拉力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实践活动2。 任务卡,完成图片上的四个任务。 这四个任务分别是使用卷尺, 打开拉锁,让小车运动一段距离, 以及戴手套。 现在,你就可以从家中找到相似的物品进行体验。 如果你没有这些物品,也不用着急。 一会儿你可以跟着老师的演示实验来进行观察、发现。 在观察的过程中,请你思考,在完成任务时,你是否用到了拉力? 描述你是如何用拉力完成任务的。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体验吧。 首先,完成的是打开卷尺的任务。 请你仔细观察,这个任务是怎样完成的? 是否用到了拉力? 然后,是戴手套。 现在,是让小车运动一段距离。 最后,是打开拉锁。 在完成了体验活动之后, 相信你有很多想和同学们进行交流的。 不要着急, 我们先用这些问题来梳理一下你的实验发现。 你完成了哪项任务? 是否用到了拉力? 描述你是如何用拉力完成任务的。 在这里,你可以用到拉力的大小,拉力的方向,来帮助你进行描述。 好了,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我想说一下使用卷尺这个任务。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我使用了拉力。 我是往外拉出来的,不用太大的力就可以将卷尺拉出来。 嗯,你说的非常好。 在这个任务的完成过程中,我们用到了拉力。 而且,当我们把卷尺拉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度的存在。 这样,我们还可以用这些刻度帮助我们测量长度。 原来,拉力还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完成的任务是戴手套,我用到拉力了,把手套戴进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手套很紧,要特别使劲,才能把手套戴上。 因为手套是橡胶制成的,有弹力,所以拉着手套往手上戴的时候,它还变长了。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在使用戴手套的过程中,你发现了我们要用很大的拉力,而且这个时候还能让手套发生形状的变化。 是的,老师,我还发现粘手套的时候也用到了拉力,拉力不仅能帮我们戴手套,还能粘手套。 拉力真是无所不在,还能帮助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我想说拉小车运动一段距离,用到了拉力,往我手的方向拉,拉的过程中,小车的位置变了。 我进行了打开拉锁的体验,拉锁在拉的过程中,需要比较用力,拉上用的力比较大,拉开的力比较小。 通过刚才这个环节的四个活动,同学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拉力就在我们身边,帮我们完成了很多生活中的任务。 那么,通过体验,你有没有发现,这四个活动在使用拉力的过程中,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你能不能和你的小伙伴以及家人一起来讨论一下呢? 好了,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四个任务的相同点是都用到了拉力,还有就是表面看拉力的方向不一样。 有的往左,有的往右,但都是往自己的手的方向拉的,不同点是有的拉力大,有的拉力小。 你的观察可真仔细,发现了拉力的很多奥秘。 我同意这位同学的想法,我还发现拉力让物体发生的变化不一样,手套在拉力的作用下变长了,小车在拉力的作用下往拉的方向走了一段距离。 原来拉力还可以让物体发生变化,快看看我们实践活动的第三关来了。 哟,这是什么呀?你认识它吗? 有的同学可能见过,它的名字叫做弹簧拉力器。 这个弹簧拉力器和我们今天研究的拉力有什么关系呢? 它可是我们实践活动的研究重点。 我们来看看任务卡描述如何使用弹簧拉力器。 你能不能想一想,我们怎么用拉力去玩一玩这个弹簧拉力器呢? 我家里的弹簧拉力器是爸爸健身用的,用手抓住手柄向两边拉,就能锻炼身体。 正如大家说的,弹簧拉力器可以让我们锻炼身体,我们是通过拉力让弹簧拉力器进行锻炼身体这个活动的。 你观察过,你观察过,一定发现了弹簧拉力器上有很多的弹簧组成。 今天我们就要用小弹簧来模拟一下弹簧拉力器上的大弹簧,试一试它是怎样在拉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化的。 此外,请你找到家中的橡皮筋。 我们一起用拉力拉弹簧和橡皮筋,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变化。 在观察的过程中,请你将弹簧和橡皮筋受力前的样子,以及受力后的样子,画在记录单中。 如果你没有这些工具,那就跟着图片中、视频中的同学们一起进行体验吧。 在这个过程中,请你思考,体验中你用到拉力了吗? 描述你是如何使用拉力的,在拉弹簧和橡皮筋时,它们有什么变化? 我发现弹簧一开始比较短,用拉力拉的时候,弹簧变长了,而且得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弹簧拉开。 皮筋一开始近似圆形,用拉力拉的时候也会变长,而且还可以变成三角形或者长方形。 下面这是我的记录单。 同学们在观察之后发现了,拉力不仅有大小还有方向,还能让物体发生形状变化。 这可是我们今天的又一大发现,拉力可以使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 原来拉力有这么多的作用,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经历了三个实践活动,那么你有哪些收获呢? 你能不能总结归纳一下呢? 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我了解了拉力有大也有小,我们还能通过使用拉力,还有控制拉力的大小帮我们完成任务。 拉力真是太棒了,我们可以控制它的大小,让我们完成生活中很多的事情。 我发现了拉力都是有方向的。 我知道了拉力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而且能够让物体产生形状或者长度的变化。 通过学习,同学们都有很多的收获,老师要为你们点赞。 我们发现,拉力是有大小的,它也有方向,我们可以用图中这些箭头来表示。 而且拉力可以使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拉力,你能不能用今天学到的知识一起去发现生活中的拉力呢? 请你思考,在生活中哪里会用到拉力? 描述你是如何使用拉力的。 拉力能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用你的发现的眼睛来找一找生活中的拉力吧。 我在观看射箭比赛时候发现了拉力,运动员在拉弓箭的时候会使用拉力,将弓箭的显往自己的这个方向拉。 我在吃饭的时候观察过厨师拉面的过程,发现拉面时也在使用拉力,将面条往两边拉,往复几次就能拉出又细又长的面条了。 你们真是善于观察的孩子呀。 通过今天的学习,已经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各种各样的拉力了。 其实,在生活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力的存在。 那么,希望你能够用你发现的眼睛去寻找生活中的力,并且了解力在生活中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期待你的更多发现哟。